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 现在是95岁了 95岁了 还很正常 看起来只像60岁了 谢谢 年轻小伙子 所以说今年 今年这个梅校长是95岁了 你95岁 我看您刚刚走进来 我们在化妆室的时候 你也没还没拿 你都没有拿拐杖 没有 见步如飞的 飞是不能飞的 不过还正常 是 在这个 当然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请这个梅校长来告诉我们一下 您的这个健康的秘诀 您在80岁的时候 你写了一首诗 然后来勉励大家 请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就是这个 80岁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首打油诗 这四句话 觉得 是我 为什么我年纪大了 还相当健康的道理 所以这四句话 第一句话 是高龄不老式神仙 好 在这里 高龄不老式神仙 究竟神仙是什么 不晓得就是很快乐了 那你怎么样享受呢 知足心宽享大年 为什么呢 高龄不老的 因为 自己的生活非常满足 心里放得很宽 不计较人家的问题 对罪你 你必须一方面要知足 一方面心里放得很宽 才能到达高龄不老 像神仙一样 健康实觉 谁掌握 我自己发明了一个 健康十个诀窍 然后呢 要搞好四个脑了 你就非常快乐 这实觉跟四脑是什么呢 我想 马上就会 显出来 待会儿再来 一一地来告诉我们 接下来先来问一下 梅校长 在您这个书中 书中有讲了 就是说 你这个 立如松 坐如钟 行如风雨 及于这个 卧如宫 那请您帮我们来解释一下 好不好 本来是健康视觉嘛 是 这视觉前四觉 这是前四觉 就是你的姿态 因为一个人要健康啊 你如果把自己的姿态弄得很歪啊 马上就发生很多的病痛 是 所以我们说 立如松 站起来像一个松树一样 站得很直 不要东倒西歪 是 因为东倒西歪 你马上有关节就痛了 肠胃就不好了 是 所以立如松 坐如钟 坐就像那个庙里的大针一样 坐得很稳 也不要前后两啊 是 两边倒啊 不然翘脚也不行 翘脚也不行 你平常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吗 也要坐得当当正正啊 看电视的时候也是 你不能 有些人想要把酒放在桌子上 那个都是有麻烦的 或是这样窝在那个沙发上面 像人家讲沙发马铃薯啊 窝在上面这样子躺着一边这样看电视 很舒服的耶 对啊 但是啊 那你马上你这个腰啊就有问题 就有问题了 这个膝盖就有问题 是 所以做 你看电视还是要坐得当正正的比较 不会有这个麻烦 麻烦 吃饭的时候也是要坐的 吃饭也是一样 就是那就是像我们当兵的时候一样 对 完全对 就是坐得这样端端正正的 对 这个要养成习惯不容易 养成习惯就好了 就好了 因为实际上最舒服的还是一个 端端正正是最舒服 是 你以为把酒放在桌子上很舒服 但是那个对你摇的压力很大 很大 好 再来就是这个行如风 走路 走路比较快 走路比较快 这个是根据国际的卫生专家证明 英文的叫brisk walking brisk走得快 walking 走路 brisk walking brisk walking brisk walking 比这个慢跑啊 jogging还要好 这是最近十年来 这个健康卫生专家 这个健康卫生专家 研究的结果 所以brisk walking is better than jogging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是 慢跑是会让气高的 你快走 比慢跑还好 是 你慢跑 有些人还 在美国有些人 变成慢跑卫生专家 结果呢 慢跑还是有副作用 副作用 时间久了 好几个慢跑卫生专家 当场倒地死掉 所以大家说 哦 jogging有问题啊 不能jogging 是 所以现在最流行的是 brisk walking 快走 快走 快走就没有危险 是 慢跑有危险 是 那在这讲说 你的快走 就是说 每天快走 三十分钟 最好是能够走三十分钟 但是我没有完全做到 是 有时候时间多一点 然后就走过 有时候五分钟就 很久了 很久了 就自足了 走三十分钟是最好的 那要非常轻松 是 对 好 这个就是当然行如风 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 走快一点 任何的时间 就跨握时间 就像赶赶公车啊 对不对 也走快一点 然后出去的时候 逛街的时候 在这家店停留 你可以停留久一点 到下一家店的时候 中间我们走快一点 好 好 接下来就是卧如宫 睡觉的时候 要像一个宫一样啊 不要挺得很直 不是这样子 只挺挺要躺的 也不要趴下去挺得很直 就是你稍微要放松自己 你两边只要卧 放松 侧卧的 这样子睡得才舒服 所以说你在睡觉的时候 先上床的时候 就是先用侧边 两边这样子 不一定 你一定是要两边卷 因为不卷的东西 对于这个腰有问题 是 所以你要这样睡一阵 然后这样睡一阵 是 两边交换 交换睡一下 好 这个是健康时觉的前四觉 对 好 来 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来介绍后面的这个六觉 营养风 这个 这个就在里面就 这应该有很多的道理了 怎么样叫做这个营养风呢 营养风最主要的就是 你不要偏吃 是 不要多吃 不能多吃 年纪大的人 约是年纪大的人 要稍微 所谓七分饱八分饱 不要 吃得太饱 吃得很饱 那个消化就有问题 因为年纪大一点 消化比较柔 所以要 营养风 但是你也吃得要少一点 少一点 你在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 在吃的这个方面 你就比较注意了 像比如说 像人家年轻小伙子 或现在 现在年轻人 出去外面 常常都是因为吃到饱 对 二九九 三九九 这样吃到饱 大家就会拼命地吃 你的外面有个吃面的话 那你说 你要稍微面少一点 全部都要少一点 面少一点 肉也少一点 是 你吃牛肉面 奶粒打碗 你要全部吃下去 到年轻人没问题了 是 过了六十 你要小心 稍微 把面也拿掉一点 肉也拿掉一点 这样子就更加 是 那你这样子就是 吃了比如说七八分饱的 这样子的习惯 不好意思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养成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养成 这样子的习惯 大概六十岁以后 六十岁以后 你六十岁以后才养成这样的习惯 对啊 六十岁以后才养成这样的习惯 六十岁以后才养成这样的习惯 是啊 所以也不急嘛 是吧 现在后来也活到九十几了 所以 是 对 也三十年了啦 对 是 好 所以说其实不见得是一大种 你可能不见得你二十几岁就要养成 吃到七八分饱 可是在前面的时间啊 我觉得大概在四十几岁以前啊 大家还是可以享受一些美食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是 不要把自己是长到了 是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个运动充 好不好 对 运动充第一次就是啊 你一定要运动 这是第一个 是 你每天要拿一点时间出来运动 嗯 什么叫充呢 与你的年龄很有关系 嗯 嗯 二三四岁的时候 每天运动一小时也不为多 嗯嗯 等到六十岁啊 运动半小时啊 就足够了 是 等到你八九十岁啊 每天运动十分钟 那就很好了 嗯 所以要看年龄的 是 不能够勉强自己 是 你运动之后觉得很舒服 你就 那就好了 是 不要太过也不要太少 是 那这要每一个人不同 是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嘛 嗯 就你运动之后觉得很舒服 嗯 那就行了 不要过量也不要太少 是 就达到一个这个 平衡 平衡 是 那现在每一校长运动 就是快走咯 对 每天早晨起来 也要打这个太极拳 我认为太极拳是最好的 对 但是太极拳有一倍零八手啊 是 所以我打个六十岁的时候 我打个六十手一半 嗯 现在打三十手就够了 嗯嗯 因为太极拳是很慢的 是 你要做得慢 你才有用处 是 你快就没有用处 用处少 是 你要慢慢地做 跟你的呼吸要调整 嗯 你能够太极拳 所以我现在打个三分之一套 就够了 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接触太极拳呢 因为在书中你也一直提到 就是说 其实你觉得太极拳 对你的整个人生 对你整个身体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对对 嗯 因为太极拳它是 内外坚修了 啊 什么叫内外呢 外呢 外就是你的手 四肢 四肢 这关节是外呢 嗯 内就是你的五肠六腑 嗯嗯 那五肠六腑怎么运动呢 是 那就提肛 啊 你呼吸 跟这个 动作 卸掉 你一息 长息 呼 长息 然后你就 把肛们提起来 所以你的 肠子啊 五肠六腑都有运动 嗯嗯 那这样子呢 你有个十五分钟 多二十分钟 就够了 是 就非常舒服 而且又 不费有那些毛病 是 三位的毛病 我没有跟没有 完全没有 智障也没有 是 因为每天要提高 嗯 所以说 这样子的运动 也非常适合 我们的引法族朋友 因为又不激烈 对 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对 所以说学学这个 太极拳 或是学学气功 这样子对身体 都是非常好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乐和在人间 好 我们赶快再请梅校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健康十诀的这个第七诀好不好 精神棚 这个精神好像是看不到的 什么叫精神 是 你就是先要有一种很 挪关积极的情绪 嗯 每天不要起来 哎呀今天真倒霉 哈哈 你每天起来都说 哎呀今天天气真好 哈哈哈哈 哎呀今天精神不错 自己呀 这个精神都是自己弄的 是 不是人家 人家当然也有影响 是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自己 嗯 今天一起来哎呀天气真好 哎呀今天我做身体很好 哈哈哈哈 是是是 自己鼓励自己 嗯嗯嗯 我覺得 任何人啊他这个身体不好 都是他自己把自己搞垮的 嗯哼 哎呀今天真倒霉 今天天气好好坏 今天总碰到一些不好的事 是 如果你天天这样做 马上就垮下来了 是 你就立起来哎呀今天天气还不错了 下雨哎呀雨下得不错啊 哈哈哈哈 每天都觉得 今天是一个好天 是 我今天是 对我是一个好日子 嗯 所以啊 你用快乐的心情出门 你到了办公室 假定去办公室的话 嗯 那你办公室说 哎呀有什么好事情吗 不要说今天有什么倒霉的事情 你要把自己搞得很快乐 嗯 快乐完全是自己掌握的了 是 快乐就是健康的根本 嗯 假的一个人 一到办公室 或者一到这个 八九点钟 工作的怀念 今天怎么那么糟糕 怎么那么倒霉 天气怎么那么不好 你自己跟自己为难啊 嗯 我认为很多的病 很多的困难 身体上的毛病 都是自己扔来的 嗯 天下有什么事情 觉得对你不好呢 我觉得天天都是好的 是 哈哈 雨天有雨天的美丽啊 嗯 晴天有晴天的好处 是 所以你要自己 把自己搞得很满足 觉得 我活得很愉快 嗯 我家里人 太太也很好 小孩也很好 亲戚也很好 朋友也很好 嗯 你天天把自己搞得很愉快 是 你就自然就健康了 是 你起来 哎呀 看到太太不寻眼 看那小孩好讨厌 看那亲戚打电话 还真讨厌 怎么又打电话来了 嗯 那你就很容易病 嗯 所以啊 所有的快乐跟健康 都是自己找的 是 反过来说 那些毛病 你多半是由自己来的 嗯 因为你自己看不开嘛 嗯 你把这个世界 世界都看开了 是 好得很啊 是 我天天吃得很饱 天天还有小事情做 让自己忙碌 嗯 那就很高兴啊 嗯 所以每天都自己 乖乖乖乖乖的 你就会渐渐刚好 这是我的一个体验 是 这个 像这个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 有一些人 当然天性是比较乐观的 对 要做到这样子 就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如果 就是说他的天性 跟他的本质 就并不是那么乐观的人 像这样子的快乐的心情 是要训练的吗 是要训练的吗 这个 梅校长 您的这个 保持快乐的心情 您是本身就如此 还是您也是慢慢训练 变成有一个这样子 比较健康的心态 我觉得人总有 不如愚的事情 嗯 在一生当中 总有很多事情 你受到挫折 嗯 在这个时候 最危险的 一定把挫折 看着一种 机会 好 比如说我昨天 当警官学校长 最好是 服务院职派到美国去 搞什么反统战 我完全不懂 是 非常困难 嗯 前任做了半年 就做不下去了 是 那讲警官先生 一定要我去 嗯 我说为什么要我去呢 他说你很 好像对事情都很挪抗 嗯 我觉得这有道理 是 你再困难的事情 你挪抗看了 你就觉得 没有什么了不起 嗯 所以就会 面对他 有困难来了 想办法解决 是 不要说我真倒霉 怎么派到这么个地方呢 嗯 或者一个人呢 常常感觉到 自己受到委屈 嗯 我 这一生来 做了很多 很奇怪的事 我都不觉得受到委屈 哎呀 这是个挑战啊 是 为什么不派我去 派我去 因为人家做得不好 所以要我去嘛 嗯 所以呢我就要打起精神来做嘛 是 好坏 让人家去平衡 嗯 我尽自己努力去做 是 那你就很快乐嘛 嗯嗯 所以啊 尽力而为啊 你就心安理得 嗯 心安理得你就很快乐 是 快乐就会很健康 是 这是我的一个理论 嗯嗯 所以说其实真的要快乐 也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对 也慢慢的慢慢的训练 当然因为这个 梅校长今天这一席话 我觉得在现在我们这个 压力非常大的 然后在这个样子的社会当中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用 每一句话呢 都把它写起来 每天到过不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看我们这个 梅校长给我们的这个勉力 像梅校长刚刚讲的 在这个警官学校当这个 校长的时候 对不对 而且这本书 对对对 也是这本书是 您的著作 对 而现在这个 在读警官学校的 每一个学生 学生是一个 都要读的 必读的一本书 算是经典了 经典的书 哇 好 所以你看 在警官学校那么有成就 一下子被派驻出去 对 其实那个 对很多人来讲 那是一个很大的失望 会觉得 而且到那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 可是你的心态一转了以后 它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春了 对 好 再来就是这个情绪松 情绪当然要放松 现在大家都这么紧张 这个情绪怎么放松呢 最主要的 嗯 你不要有一种 得失的心情 哎呀 得失哦 这个是很容易哦 哎呀 给我一个事情做 你就哎呀 怎么样 做得很好 让上级觉得哎呀 你做得不错 我下面下面下面 再给你一个好事情 是 不要这样想 尽自己的力量去做 不要故意 不要 我受到什么 隐喻力 或者压力 我尽自己的心去做 是 那你就天天很快乐 我只能做得这么好嘛 嗯 或者只能做得这么坏嘛 你好坏是人家来评论嘛 是 我尽自己力量做 嗯 好坏人家去评论 是 没什么关系嘛 就不要亏对自己 就你自己没有压力嘛 嗯 你就很高兴嘛 是 我尽到心了还要怎么样 对不对 嗯 像我们一般来讲啊 像我们自己我们演艺人员啊 通常就是得失心真的会很重 第一个我们当然希望自己 在一个很有精神的状态之下 呈现给观众朋友 再来就是收视率的问题 今天我们常常在演戏啊 这个角色有没有重啊 收视率 你一出来收视率就好 那你的心情就很愉快啊 但是你一出来的时候 万一收视率它就不好 你就会觉得哇 心情那个压力就很大啊 那个时候就很难放松 又觉得哇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所以说其实常常在这个地方 得失心就会非常非常的重了 我觉得啊 嗯 像你们这一行啊 你尽量把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做到什么程度 至于收视力不要太重视它 因为你尽到心嘛 是 我就是那么好嘛 对不对 嗯 我已经拿一个问题 I did my best 我做了 尽到我力量做了 是 so what 所以我尽到自己的力量做 收视率高低 也不要太重视它 嗯 收视率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indicator 嗯 要 要 这些人 看到之后觉得好坏 假的收视率很高 人家看到都觉得很中偶 那也是高收视率是什么用啊 嗯 对不对 反过来说假的 看的人不是顶多 但是看的人都觉得很好 嗯 那你就成功了嘛 是 所以多少人看 我觉得不重要 是 重要的是看的人觉得你这个节目很好 嗯 你就成功了 好 很多人看都觉得节目不好 你就失败了 是 你觉得我这个看法怎么样 是 这个我让我的心完全完全放下 完全放松 完全已经放松下来 对 所以观众朋友你跟我们也一样 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业绩的压力啊 然后有很多卖房子的朋友啊 有很多非常多的压力 那我们觉得只要是没有愧对自己 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还有我们这个读书的朋友啊 对 很多的学生朋友们 我怎么努力读书 他分数就是没有到 可是问题是我书真的有努力在读啊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心情稍微放松一点 对 轻松的去看待他 好 接下来这个烟酒空 这个当然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烟酒空 在当然书上你也写说 酒想喝的话少喝一点点 每天有一点点的酒还可以 但是烟当然就平了 烟是最好不喝 所以完全是不要了 就大便通了 大便通就是肠胃 是吧 对 这个很重要 消化要好 是 有个大便有困难的话 是 一定是在哪个部位发生一点障碍 所以 一定大便有个不同的话 赶快吃这个蟹油 蟹油 让它通 这个很要紧 大便不同是一个很 很严重的indicator 就是一个指标了 表示你那里一定有点问题 是 在消化系统里面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是 所以说反正就是 如果真的是有点便秘的朋友的话 先想办法 对 赶快先把它通了 让它通了 然后之后 我们就开始实行这个 立如松 坐如中 行如风 莫如公 对 营养风 运动充 这个很重要 对 精神蓬情绪松 然后烟酒空 最后绝对就 不需要靠药物了 对 不如靠泄药 也就大便通了 对 好 来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好 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好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好 我们这一段呢 要来谈的就是这个 刚刚这个梅校长提到的这个 要搞定四老 我们来请这梅校长来告诉我们 如何搞定四老 是哪四老呢 我这里所谓四老啊 就是你的老伴 就是你的配偶 是 然后你的老朋友 是 然后你这个身体 然后啊 你总还有点点钱 有点脑本 啊 这四个脑如果搞定了 你年纪大 就没什么威胁 或者就没有什么困难 嗯 这四个脑要搞定了 还不大容易 所以老伴摆在第一个吗 对啊 老伴有时候就很难得搞定啊 那究竟你怕太太 还是怕太太怕你啊 是 在家里要建立一个制度 哪些事情归你管 是 哪些事情归那个太太管 你把这个制度 我认为制度很要紧 是 不归你管的事情少插嘴嘛 那你就不会有纠纷了嘛 是 那哪些事情有先生管 哪些事情有太太管 嗯 在家里有一个 嗯 没人啊 不一定要写在黑板上 嗯 哪些事情啊 这个问太太太就解决了 嗯 哪些人问先生 在家里 它有一个 也有一个 看不见的制度 嗯嗯嗯 那这样子呢 国管国的 就分工很明确啊 是 就没有什么 争执啊 没有什么纠纷 嗯 所以啊 老伴要 把这个工作分得很清楚 是 当然要有朋友来往 嗯 要有好朋友 要有益处的朋友 嗯 但是 一定要有朋友 是 你就会觉得很闷 嗯 而且啊 你的见识就会受到限制 是 有好朋友啊 就等于一个宝啊 嗯 因为 有好朋友 你有个做的事情 做的有点错 他就会讲 嗯 你哪里做得好 他也会讲 是 你受到鼓励 受到一种指导 嗯 所以好朋友 不能少 是 要老朋友 好朋友不能少 是 然后再去健康了 嗯 老生 是 要注意自己健康 最后啊 那种还要一点点钱 是 不一定很多 都够用就好了 嗯 就不用再为钱烦恼 不要为钱去烦恼 大概有点脑本 嗯 就把脑本固住了 你 不会为钱去烦恼 你就很快乐嘛 是不是 所以我说 要搞定四脑 就是你的 配偶怎么样 你的朋友怎么样 是 你的身体怎么样 你还有一点经济基础 是 活得很快乐 是 年纪老了 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威胁 嗯 很 很安定 是 快乐的生活 是 这样心情来讲也比较轻松 对 这个老本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 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 就以后靠小孩 对 靠小孩也给小孩压力嘛 对 自己还是要 最好不要靠小孩了 是 对 不要给小孩压力了 对 我们靠自己 就只要这个需求不要太多的话 过生活都是很开心的 好 再来问一下这个我们的梅校长 您在书中 有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这个健康的生活呀 规律的作息 当然是一定的 可是您有这个三个半小时 跟三个半分钟 是有读到的这个秘诀的 您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 来 这个所谓这个三个半小时 早上起来 洗个脸之后 运动半小时 是 这个运动你自己可以选择 是 你喜欢觉得哪种选择对你好 你就去运动 包括腹外的 是 有些人不喜欢腹外 对 腹内的也可以 是你也可以 但是有半小时就够了 是 所以早上晚上过半小时 那你早上起来 精神也很好 晚上运动之后啊 洗个澡 最好是在洗澡以前 不要在洗澡以后 因为假的你稍微 冬得厉害一点 就可能要出汗嘛 出汗 那就洗个澡之后 你就睡得很好 是 所以早晚半小时 早晚 然后五睡半小时 这是我的习惯 所以三四岁就开始五睡 但是只有半个小时啊 五岁睡下去 都好想睡个一两个小时 要睡短一点就够了 半小时就够了 当然你要睡久一点也可以 没有什么 但是不能睡得太久 太久了下午就没进了 所以你大概一小时 是最多了 不是睡了越多越好 就是吃个 这个医生已经 医学界已经证明了 吃个午饭之后 让你的肠胃 四指五官 都休息一下 是一个好事 对你的消化 对你的这个 四指都有帮助 是 所以睡觉 好 我现在不是半小时 现在是一小时 一小时 有时候睡得一小时半 年纪大了 不过 年轻的人 我建议他 越是忙的人 譬如说你主播 是 你中午十二点吃个饭之后 最好休息一下 是 所以现在不一定睡了 你睡也好 是 或者不睡 你就在一个房间里面 自己一个人 在沙发上 休息一下 秘密把眼睛背上一下 闭目养神 完全静止 这样子有一种 叫做恢复经历的一种作用 你吃个中饭 找个安全的地方 躺下来 或者在沙发上 或者在那里都可以 完全放松 忘记所有的东西 然后等到你休息一阵之后 醒过来了 是 你精神好起来 这是我另一个体验 好 回家马上练 好 再来就是三个半分钟 对 睡醒的时候 睡醒了之后 撑开上眼 躺半分钟 就是 不要马上就跳下床 不要马上起来 不要 有很多人 有这个毛病 一站起来就晕倒了 是 有很多人 就是 没有睡醒 整个眼睛 没有等这个半分钟 马上就站起来 很多人就跌倒 尤其是晚上 起来小便 年纪大的 旺旺 他醒了之后 马上就 起来 向自首跑 很危险 是 是 应该啊 我的见解就是 醒了 要小便了 坐一会 完全醒了 哦 醒了 再慢慢的站起来 才没有危险 我们好几个朋友 都是啊 晚上睡觉 嗯 一醒 或者要脏了 一醒呢 就像 厕所笨 哎呀 就跌倒了 跌倒了就会麻烦 嗯 嗯 所以啊 要非常小心 是 所以这个半分钟很重要 很重要 嗯 不要离急坐起 是 坐起后在床上休息半分钟 嗯 不离急下床 啊 下床之后啊 不要马上起来 坐在床员的半分钟 然后站起来 嗯 那绝对是保险 是 所以说其实呢 就是我们要 慢慢随着自己的年纪 其实要有慢慢的认知 在当然年轻的时候 跳 一醒来就跳下床 对对对 可是慢慢开始 年纪大了以后 这些东西都是 要保护我们自己 对对保护自己 对 尤其是这个音法族的朋友们 最怕的其实就是摔倒 很多老朋友啊 嗯 摔倒 我问了你怎么摔倒的 嗯 但是我晚上起来小便摔倒 嗯 他就是没有那个半分钟嘛 是 一起来哦 就像厕所跑 是 头脑还没搞清楚了 是 所以啊 或者是稍微不好 就跌倒了 跌倒就很麻烦 老年人的不能跌 不能跌倒 嗯 而且因为现在的怎么讲 现在的四肢呢 也没有年轻的时候灵活 对啊 所以说我们所有东西 就是要慢慢的 放轻松的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对 三个半小时 对 这个也很重要 再来就是三个半分钟 这个是更重要的 能够保护自己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谈谈 吃的方面了 来问问这个 我们的这个 梅校长呢 来 你在书里面有提供一个 饮食健康的这个 诊断表 好 来讲解一下这个 诊断表 来 我们来看看 每天三餐 问自己 是 健不健康 问下面这几个问题 是 如果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那里就没有问题 OK 每天三餐都正想吃吗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 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或者我 我出去有事啊 所以 到了吃饭的时候 还没回家 是啊 握着豆子回家 回家之后啊 叫太太或者叫小孩啊 把菜热热 热热 那当然可以了 是 但不能够变成 经常的那种坏习惯 那是个坏习惯 因为啊 我现在发明一个事情 是 你的五上六腑啊 有一种期待 到吃饭的时候 他觉得你要吃饭 你不吃饭 那就叫 对不对 咕噜咕噜叫 每个人都有嘛 因为 为什么会叫呢 这就是 他是一个活的东西 这五上六腑都是 活的不是死的 是 你应该吃饭是不是 那就叫了 他通知你啊 那就告诉你 吃饭啊 你要拿饭来吃啊 是 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因为叫了之后啊 吃也有什么关系 很容易啊 变成胃病 所以啊 这三餐都正常吃嘛 是 你吃的时间固定嘛 你追每天 云洋的这个 均衡嘛 你吃的时候 是不是重庸不破 慢慢地用餐嘛 这个现在很难做得到 是不是 哎呦 我好忙啊 哎 一去哪里 我就走了 最少年轻时候 还要免贪 年纪大了 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一定慢慢吃 不要急 你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细细就慢慢咽嘛 你是吃八分煲 不吃到锅煲吗 嗯 你吃东西不调力吗 这七件事情 就是非常要紧 年纪大 尤其要紧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 这七项啊 都是我们一直在提醒 观众朋友的 而且这七项其实 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对 在日常生活中感觉上 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对 可是问题是你真的 一样一样的提出来以后 你七样能够 能够重一样就不错了啦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三餐都不固定啊 这个不可能啊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个细嚼慢咽 我们大家都 你看一般这个上班族的 对不对 一边打电脑 一边吃饭 然后像我们一边看剧本 然后一边吃 根本都 没有办法放下 你连那个吃饭的十分钟 都很忙碌 这个累积到最后 那可能就 就发生肠胃病了 就会发生肠胃病了 来我们再利用一点点时间 来这个梅校长 您这个还有一个 你认同的 还有一个这个饮食原则 叫做一二三四五 红黄绿白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来 在这里 这是一种建议啦 建议 不是非要这样做不可 但是如果能够这样做 一定是很有益趣 对你的健康 燃养有益趣 是 这一二三四五呢 就是一样每天喝一瓶牛奶 不喝牛奶喝豆浆也可以 要每天有一个 一早起来 有一个好的饮料 是 二呢就每天吃250克到350克的 碳水后就是饭了 饭了 那这是大概是一个平碗 一个碗的一瓶碗 不是 不是一小碗 这当然是这样 镇上的人 不是 不是很老的人 是 不是很小的人 但是 挺壮严 是 每一天啊 不是每一餐 每一天 每天吃三分高蛋白 蛋白非常要紧 脂肪不是挺要紧 但是蛋白很要紧 那蛋白从哪里来呢 嗯 第一个是从豆类来 是 就是食物蛋白 嗯 那动物蛋白的 从肉类来 是 从鸡蛋来 是 蛋白非常要紧 比脂肪还要紧 所以每天我建议啊 嗯 你一定要吃点 豆类的东西 嗯 那么同时吃一个鸡蛋 鸡蛋 都可以 好 有臭有细啊 不甜不辣 不咸 三吃五顿 少吃多餐 都吃八分饱 是 那这个就是你 安排得很好了 嗯 不要 一餐 非常 很多肉 一餐 完全摘熟餐 要是 很均衡 是 粗细 安排得很好 最重要少量多餐 对 少量多餐 每天吃五颗 可以的这个熟餐 与水果 这个大家 现在台湾大家都很注意这个事情 是 所以说台湾的健康情况不错 是 主要的吃水果 是 所以说这个也要准备得很周全 对 平常在这个准备的时候 哇这个时候 这个不老的这个视觉当中的这个 我们那个老伴就很重要了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的准备 对 这个老公身体的健康 其实有百分之至少九十以上 是取决于这个老伴的那颗心嘛 对 对 到了最后 好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不老秘诀里面 12345我们讲解过了 来这个红黄绿白黑 来我们看我们怎么吃法 红是每天吃一个番茄 对 够了 够了 是 是 因为番茄里面的维大面最丰富 最丰富 因为我觉得它本身是一个熟菜 是 不是分菜 是 所以对消化也很好 所以就是吃熟的 对 也可以吃生的 吃的生的也可以 不过要洗干净 是 好 来 黄就是多吃红黄色的蔬果 那本学 现在 我家就是现在吃的很多 现在 现在 就是 现在 其实现在台湾 一年十几多有现菜 是是是 白的现在还红的 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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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的很多东西是黄的 这个黄色皮的很多 香蕉木瓜 木瓜 是吧 很多了 红的苹果啊 这个很简单了 绿 绿茶 常喝绿茶 是 红茶当然也可以的 红茶 比较有刺激性 能够放绿茶当然更好一点 因为红茶 红茶里面的咖啡因是比较高的 绿茶是比较好的 对 好来白就是常吃燕麦粉跟燕麦片 燕麦粉 燕麦粉很便宜 是 每天 用 加点 你高兴的话 可以拿牛奶泡它 用 用这个豆浆泡它也可以 是 你不用 豆浆什么东西泡也可以 你加点汤 是 比较容易下口 是 就是像我们一般 燕麦粉就很好 一般的那种 外面卖的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最一点 黑木耳 是最近二十年 医学界认为 黑木耳是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是 很 最近才研究出来 就是黑木耳它有防塩的效果 是 它有杀菌的效果 所以 木耳当中以黑木耳为最好 是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吃一点 我也学你 我现在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一点 有时候炒个肉食 是 很好 是 有时候也凉拌一下 或烫一下这样吃 也非常好吃 而且我觉得像黑木耳这种东西 我觉得第一个要训练自己吃 因为有很多人不喜欢吃 然后再来就是你身体的需要 年轻人可能 因为他们可能在年轻方面 就不太需要 对 当你开始越来越需要黑木耳的时候 就表示你身体要走下坡 那个时候你身体可能需要了 对 那它就是变成另外一种 它有抗衰脑的作用 是 这是医学界研究出 真的 所以多吃一点 好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请这个梅校长来教我们 你有一个这个快乐止压术 你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就是每天这个按摩哪里呢 可以让我们变得又年轻又健康 我的运动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太子犬 一种就是止压 是 这个止压也有三四年 那这个是我一个老师啊 就是陈立夫先生 是 陈立夫先生是我政治大学的时候的老师 是 那么他五十几岁回到台湾来 他说美国回来 回来 我用学生的身份去看到我正下高等科病 他就说老师 你四十几了 快五十了 那你那么健康 你也是没有特别的运动 是 他说匡啊 我告诉你一招 就你每天呢 帮自己按摩 是 我说那怎么按摩呢 怎么按摩呢 他就告诉我 大体 就 带摩了一下 他就说 从你这个 从这个额口这里开始 额头 一二三四五六 一直守到三十六下 三十六下 然后这个是太阳学三十六下 然后这个地方 三十六下 鼻子 然后这个的人正这里三十六下 三十六下 然后这样 哦 整个 你就跪 三十六下 然后这后面 三十六下 三十六下 然后后面三十六下 然后背上三十六下 肚脐这里 三十六下 最后 你腿 这样子 也三十六下 腿 那就每天的 但是运动就够了 因为李福先生是一个非常费养生的人 是 他也活到一不零三岁 所以我觉得这位老师叫他 所以我就尽量的每天帮自己按摩 是 我觉得很好 那你在平常什么时候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吗 还是有课病的时间 还是想到 每天早上醒了之后啊 先不要起来 先帮自己按摩 你看 先在床上躺着的时候 对 就躺在床上按摩 就可以在床上按摩 躺在床上 每天坐 每天坐 每天都坐 对对对 所以您做到现在三十几年了 对 做了好多年了 四五十年了 要做了四五十年了 对对 从美国四十几年开始 所以 美国四十几年 对 您就开始做了 对 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 还没出生 你还没生 对啊 所以已经 我已经五十年了 我已经四十几年了 对啊 我美国五十五年生的 我今年都四十七岁了 你看看 你四十几年这个 那已经五十 已经五十年了 超过五十年了 是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效 对 我们再来提醒一下 观众朋友好不好 我们就是 每天睡醒的时候 我们在床上 先不要下床 对 那当然我们的时间 真的要充裕一点点 我们不要把时间 搞得这么紧迫 所以醒来以后 我们就开始按摩 先从额头 对 开始按摩 对 一直按摩到腿 是 然后再来 是我们的太阳穴 对 然后再来是鼻子 这个部分 再来人中 然后颈根 然后在颈部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胸部 然后你胸部 然后肚脐 腿呢 腿 刚刚因为遮住了 没想到腿的部分 是要 哪里 腿 腿是要按哪里 还是要怎么做 你就按这个地方 然后你两个腿 互相按 OK 好 就是腿 来来来 我在这旁边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比较清楚 看得到 好来来来 然后校长讲 腿是这样子 对 然后你两腿 那问题是我们小腿的地方怎么办呢 就用这只脚 对 方这只脚 互相按摩 按摩 对 然后这只脚 对 方这只脚 对 这样子按摩 好 对 然后在身体还没有僵硬 这个起来 因为睡了一夜 对 所以这样子在起床的时候 其实也不容易摔倒 对 已经开始活络了 对不对 完全对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请到这个梅校长 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梅校长还有很多很多的 希望校长能够在这个 以后能够在剥控前来 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有这本书 是 是 要不呢 对 梅校长是说得对啦 如果观众朋友呢 对这个梅校长呢 你看 活到现在是95岁 看起来跟60岁的 年轻小伙子差不多 那你也想跟我 梅校长一样的话 这本书里面写着 梅校长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的秘诀 那看到这本书 也许你就能跟我 跟我们梅校长一样 能够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梅校长来来分享 谢谢你 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大家努力 一定会健康不老 是 好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活在人间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